多年来,受益于宏语文化道德教育的学子不计其数 他们学习了这个新型教育后,掌握了有效的学习方法,拥有了良好的学习心态 更重要的是,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懂得了如何回报祖国、孝顺父母、尊敬老师、有爱同学 在短时间内,他们的学习成绩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其中的很多人也在升学考试中考入了理想学府 本篇中的三位女孩就是这样的例子 她们在受益后回到洪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洪雨文化道德教育的价值所在 尊敬的赵老师,你好,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 我来自谈,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相遇 我是和大多数的学姐们一样 我曾经也是因为中考的势力很彷徨,很痛苦 也曾经有许多,就像赵老师说的 尤其认为人生有许多为什么,是让我不可以理解的 让我不能够忍受的 就像我有许多我求不得的,是我不能够接受的 中考的势力真的对我打击很大 但是假期的期间,通过妈妈给我看赵老师现实因果光碟 让我学到了很多,让我明白了很多 让我明白我为什么会得这样的果报 我想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一直以来 可能对老师有什么不满,我就穿恨老师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和同学结怨 或者有时候抱怨同学,有同学有一点做的不对的 可能我都会记在心里,或者就是很多很多原因 谁又得了这样的果报 因为中考没有考好,所以我进了长城市的实验中学 但是就不是实验班 在那个普通班里头,我认识的孩子,跟我初中来的孩子层次 素质完全不同 可以说分上都是一些,就是比较不爱学习 打架,逗偶,谈恋爱,抽签,抽签,喝酒之类的孩子 那个时候我就陈天跟妈妈抱怨 我说怎么有一个这样的认识环境了 我也很痛苦,陈天回家一见到妈妈就哭 而且我还是出素质高中 所以,够有很多就是生活方面的问题,苦恼 可能妈妈跟着看,我就跟着看了一些 看过你,我也看了一些 然后就明白了很多 明白了,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乐园 所以,我把念表回来的可能也就有些东西就理解了 理解了之后,我就不跟他们一样了 然后我就自己,他们干什么我就学习 可能有些人会在那里头说我呀,或者怎样证谤我 我就当没有听见 没有听见之后,把心放开了 自己也就不想那些,也就好了 然后在期末的时候,我这次 我无愿地考上了实验版 而且成绩还是我,在原来普通版的地域非常 就是,我很感激这部因果教育 它是我明白的泰国泰国学校之外没有的东西 所以我很感激赵老师 也很感激先进英国这部系列讲座 就是有了这部讲座 使我能够正视人生,正视自己 也明白了以后如何行走自己的人生路 在此,我就想对大家说一声 因果教育真的是一个无形的宝藏 它可以具有我们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路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笔财富 把握好人生,把握好英国教育 把它发言光大,然后把它传承到永远 我叫陈思源,我是来自哈尔滨的 我是刚刚中考玩的学生 我妈就是信了英国之后 来跟我说我还不信 一月份的时候我来参加过两天 然后后来回去之后 我发现我的成绩就是比以前长了一些 我原先的成绩就是一直在340分左右晃悠 我们班老师在上了初四之后开始按照成绩分组 能上省中点的那个同学是400分以上 能上市中点的同学是340分以上 然后280分往上的是能上普通高中 然后280分往下的是连普通高中都上不去的 就那么分的多 然后我将将是卡在市中点的最后一个 每次我的成绩都能正好卡在一个地方 后来就是来了这一次 然后我就是成绩就开始慢慢往上升 那一次我的二月份的月考 我一直往上翻了40分 然后到了382分 后来就是我们老师一直说 我是个很聪明的学生 就是不学习 我小学时候曾经考过全班第一 上初中以后一开始也考过全班前10名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全班的中间晃悠 我也不学习 上课的时候我也睡过觉 然后也看过小说 也玩过手机 也跟同学说过话 也曾经给老师起过外号 我算不上一个太坏的学生 也算不上一个好学生 但是我的成绩一直就卡在中间那块晃悠 就是反正也不会掉 也不会生 后来我妈开始跟我说过英国法 然后我开始慢慢的学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这个成绩就是开始慢慢往上升 这次的中考成绩我是440分 11月份的成绩的时候我是340分 不到半年我涨了100分 开始学了英国之后 我的分就是一直在每次涨一点 每次涨一点 然后就每次都在往上涨 我怕大家不相信 我连成绩条都带着来了 就是11月份的时候是342 12月就是361 试音膜就是382 就是每次我都在往上涨 这次中考就是考完之后 完全都说题很难 然后说乎理化的题很难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简单 就是感觉我从来没达过这么简单的题一样 考完事由出来的分是440分 满分是500 如果家庭满分530分 那我就是470分 我们老师也曾经说过 试音膜的成绩跟你的中考的成绩 绝对不会差15分 但是我就足足涨了40多分 我班同学都没有怎么涨分 我班同学都是那个分数线 但是我就我一个人涨了40多分 我敢保证 我以后我会一点点的做好 我还是说信英国还是有用的 不管你是好学生坏学生 我只能说只有你自身去实际的体会过 你才能发现这个真的是很有用 只有自己体会过 你才会发现 它其实真的是很神奇 还是自己去体验吧 自己去实践实践 你不会后悔的 我要说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首先呢我要感恩赵老师 高一高二两年真的是成绩特别的次 那时候的数学成绩就40来分 一直都是这样的 在高二的暑假那一年 妈妈让我来到了红宇 在这里参加了一期暑期的论团会 真的是让我受益很多 就简单的数学一科来说 我一直都是40来分的成绩 因为再加上自己的努力 慢慢的一点点来 40多分 60多分 80多分 到最后高考的时候 我的数学成绩是101分 可能是跟很多人没法比 但是对我来说 我真的是已经很满足了 特别的感恩老师 在高考之前呢 就是经过不断的现业 然后忏悔什么的 考试的时候就达得特别的适 分数也要比我平时的成绩 要高出来最起码得有30多分 因为高一半荒分的两年 根本就不敢想 我能考上什么重点大学 报了一所西南大学 是在重庆 也是一所211学校 最后我就是成功的被录取了 按以前的成绩来说 就一本都很学 更别说什么211了 所以说也真的就是 特别的感恩老师 我以后呢 也要回到红语这个平台 弘扬营果教育 我就在忏悔 忏悔五年父母 真的是长这么大 我没有跟他们认为一次错 今天在这呢 给我的父母忏悔 然后给他们磕一个头 我还应该感恩所有的师长 感恩你们教诲了我 最后呢 更应该感恩 红语这个大的平台 也就是因为 我在这里面受到的影响 各种耳濡满的影响 我都有感恩心 所以说 我在这里面 也是当义工 感恩这些 跟我一起工作的 这些阿姨什么 真的感恩你们 这个红语这个平台里面的 所有的这些奉献的人 感恩你们 就是因为你们 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让我感觉到 红语它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 让我能够真正的 想融入到这个集体里面 红语就是一个家 家嘛 就是总是需要人去离开 但是最终还是要回来的 我以后肯定是要回来的 我想学这个心理学 然后回来 也希望大家能把红语 当做一个家 以后都尝回家看看 谢谢大家